再来带您看到的是高雄左营大街附近有不少的店家跟住户 在昨天下午竟然就被这个土地工的人偶装给吓到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有一名男子他是穿着人偶装是要来要红包的 但诡异的是他既不说话他也不按电铃 就这样直挺挺的站在屋外然后静静的看在屋里的人 当然就吓坏了不少的民众就觉得说真的是浑身发冷 原来这名男子他在凤山经营斯坦 到左营市来募款希望民众随喜功德来赞助宗教 14号下午一点多范小姐正在店里专心拼着拼图 忽然从玻璃门飘出一名身穿土地工人偶装的男子 在门口探头探脑风一吹长袍的衣服还迎风飘起 只见他从画面左边飘到右边就这样静静的看着店里的小姐 看到小姐觉得浑身发寒摇头表示不要土地工还继续站 站了大约有两分钟 没多久范小姐又拍到这名土地工人偶又出现在对面的住家门口 一样是隔着铁门静静看着屋内的动静 人偶在左营大街上来回穿梭 疑似是想讨红包 小姐于是剖文提醒注意 觉得有点被情绪勒索啦 因为他穿着神明装感觉好像不怎么样对神明不敬 可是我觉得他这样子好像不是第一次了 你有给别人口头有你吗 没有啊 人家跟你挥手说不要了你还站在人家店门口要干嘛啦 我也没有看到啊 这上面也没有给我 我就走了啊 我没有说强求就要求他不要啊 没有强求啊 人家都已经挥手跟你说不要了你还站在人家店门口 警方到场后阳性男子才将人偶装脱下 原来他在凤山经营私潭 十四号是来到左营随机向民众划原募款 尽管只募得几百块 但像这样骚扰的行为 却已经造成民众恐慌 由于阳性男子的行为并没有明显违法 警方只能口头劝诫 原本应该要让人心安的土地公 却因为人为操弄 让看到的民众人心惶惶 记者综合报道